一年一度的全国最大手球盛世 大甲马祖杯全国手球锦标赛 今年是照常在大甲国中市政道举行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外国队伍是无法前来参赛 但今年全国报名队伍还是多达有175队 大约有3500人前来响应 也创下了手球赛 30年以来最高峰的参与人数 好球 小朋友一个直球射门顺利得分 一旁教练则是加油生不断 希望带领的队伍能够赢得比赛 带回好成绩 大甲马祖杯全国手球锦标赛 今年照常在大甲国中热闹举行 吸引北中南全国各地 国中小及高中和社会组的队伍前来报名参赛 一起来参与这一年一度的手球盛世 防守再加强 然后攻击再积极一点 刚才赢人物高中10分 那这一次对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在哪一个冠军 代表三名加伤 那今天参与这比赛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累啊 大家都很辛苦啊 一开始有点小紧张啊 必须 然后文文达就跟队友一起 一起努力啊 拼了刚好赢两分啊 大甲妈祖杯全国手球锦标赛举办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 尽管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外国队伍无法前来参赛 不过报名人数不减反增 今年以175组的报名队伍 约3500名参赛者 创下有史以来最多的报名人数 希望让他越做越大 尤其我们今年更是队伍创高峰啊 175队应该历年来讲创高峰 尤其在这疫情期间啊 运动懂之懂之嘛 又要运动又要安全啊 我们这个应该是双向都做得很好 在这个暑假期间呢 让这个队伍呢 有缺少比赛的机会 那暑假呢 比较漫长 那防疫呢 也比较有效果 鼓励学生朝多元发展 台中市各个学校 包括大理国中 也开始培育女子手球队 希望能够透过参与手球赛事 来培植选手的手球实力 带起手球在台湾的运动风气 接下来我们台中采访报导